我们来看一下拜登他落后川普的几个主要的关键州 在这几个关键州加起来有67票 其中最令我瞩目的叫做Arizona 他把我们的台积电搞这么惨 搞到那个地方去 第一场是川普搞去的 第二场是拜登搞去的 现在还要我们可能去封装测试场 因为搞了半天 这些半导体晶片的外行才发现说 美国没有封装测试 这27%他都在亚洲占98% 而主要就是在台湾跟韩国 所以要我们再去一个封装测试场 就搞了半天自己还是要输掉 只有11票 内华达输掉了6票 这个地方如果他输了就是6票 米什根有15票的选举人团票 宾州是大州 19票 19张的选举人团票 Juja是16张选举人团票 那Juja非常重要 就是Juja16票 他就成了一个最关键性的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整个川普他的很多案件里头 有必要在Juja做票 因为这里有高达16张票 而Pensilvania那个时候就不重要了 后来Pensilvania再加进来 Biton再赢 所以上次Juja是Biton赢的 Pensilvania也是Biton赢的 Arizona也是Biton赢的 他现在全输了 这三个地方 现在全部都是川普赢得了 5个关键的摇摆州 这四个关键是Biton赢的 这四个关键是Biton赢的